在右侧视图的角度 右侧 因为我们是以三视图来做基准 前视图 右侧视图跟上视图 假设我们是以这三个 那我们现在从 以这样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从右侧视图 转到右侧视图之后 我们开始画它的2D的图形 好 两个圆 先切换一下图层 好 我们先从里面开始画 外面这个是12 好 然后呢 距离两个中心 里面一个圆 则是6 半径是6 然后呢 里面这个圆呢 距离它的右边的圆呢 是36的距离 我们用COPY的方式COPY过来 好 这边到这边是36 然后呢 这边 那我们就用那个 建构线 好 来画 把这几条 基准线啊 先把它画起来 好 从这边 从这边到 后面这个圆呢 到后面的墙壁呢 40的距离 好 这样子 把它接上来 好 这里呢 也把它接上来 接上来的时候呢 没关系我们先画到这边 等一下再修掉就好 然后呢 从后面算过来是23的宽度 好 然后呢 高度啊 则是36 从底下算上去 高度则是36 好 好 那么呢 我们先把大致上的造型 我们现在开始来做一个修剪的动作 把该删的呢 先删一删 好 这样才不会妨碍到我们的修剪 用TR 修剪的减变法 TR呢 按两下Enter 好 把不要的就直接的都把它修掉 好 这两条好像要把它画起来 好 要补起来 好 各位呢 我们看一下 那因为呢 它的R角都没有标注 我们都视同为2 1或2 所以呢 这边的R角 我们一律就以2 来作为一个处理 所以各位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造型 那么呢 等一下有R角的 你都可以先做没关系 或者 或者 你可以把整个造型都起来之后 再一次的 再去开始处理后面的R角 各位呢了解一下哈 一般我们在建模型的时候呢 R角 通常都是我们模型通通起来之后 我们的模型整个完成之后呢 再开始去处理R角的部分 我们习惯是这样子哈 那 各位将来在建模型的时候 你也可以依实际的状况 自己去调整 啊 我们只告诉各位 一般我们在建模型的 都是建完毕以后 才开始处理R角的部分 哦 因为呢 有时候如果你事先就做R角 在建模型的过程会有一些麻烦 哦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 先把R角留到最后 再来做处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先把这边先连起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首先啊 首先 那么我们呢 在做的时候 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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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体到底要不要含这一块呢 哦 这时候你要自己去斟酌 这一块到底我们要不要 要不要 现在就涨起来到时候挖掉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一开始的时候 先不要含这块三角形 等到呢 本体做起来之后呢 再去建这块三角形 来做连击 这种方式的话 那这样就两种 一种是挖掉的细节处理 一种是 涨出来做连击的细节的处理 那那就看你了 那就看你了哈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决定啊 好 我们就决定呢 先把它怎么样 先一起涨好了 先一起涨 来 那我们看一下 一起涨的话呢 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那就是你的 那就是你的 reg reg 就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边的问题 我们reg啊 reg呢 必须 regreg呢 它有一个怪癖 怪毛病 什么怪毛病呢 就是一定要点对点之间 才可以 你看 比如说呢 我一定要点对点 他强调 一定要点 连着点 这样连起来的造型 他的reg呢 他才愿意帮你做面育 这样才会成功 他会给你讲 建立一个面育起来了 假设你是用围起来的 比如说三条线 好 今天我用三条线围起来 这样的区域 我希望他帮我建立面育 不行 因为这个面育 这个区域是围起来的 reg呢 他就不帮你做 所以呢 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就不需要用其他的方法 那我们这一题呢 遇到的状况也是这样子 这条线下来 跟这个r角 跟这个半圆啊 他不是点对点 他是相切过来的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很简单 各位 我们去拉一个矩形 矩形在这边 我们去拉一个矩形 把它围起来 我们其实是要这个外框啦 其实是要这个外框 好 来各位你看一下 然后你把一个矩形围起来之后呢 我去换个颜色 请各位用什么呢 用boundary VO VO VO就是我们的边界 啊 请各位呢 用我们的 好 面域 记得面域 用面域这个啊 建立起来才会有面积哈 然后呢 用点选点呢 在这个矩形 跟我们的造型之间 点一下 好按enter 结束 这个矩形已经没有作用了 你看 我们要的是这一个造型 这一个 就已经整个把它的围起来了 好啊 里面也帮我们建好了 真是太好 太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洞是挖空的 我们可以在2D的状态之下 先把这个洞先挖出来 好那怎么挖呢 各位请注意 要用插极来挖 这样的话 可以帮我们省掉一道程序 挖洞的程序 好 我们在2D的时候 念域完毕之后呢 就先做插极 就可以把洞先挖出来了 好 来我们用插极 先选到大的 按enter 再选到里面的小的 按enter 好 各位 洞已经挖出来了 怎么知道呢 我们去上色就知道了 好 看到没有 洞已经挖好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直接的 就以这个 现在的形式 我们直接就去掌它的一个 好 先写 转到立体的造型 对不对 用那个自由环转 好 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 我们直接用ext挤出 好 选到它以后啊 按enter 先往后拉 往后拉哦 往后拉 往后拉呢 方向拉出来之后 再给它打上里掌勾 enter 好 各位 我们现在呢 这一个本体啊 已经出来了 哦 本体已经出来了哈 那本体出来都还没有还没有完哦 我们还有个细节还没处理哈 就是这一块要挖掉啊 好 因为它上面这个斜坡呢 就有一半而已哈 一半而已 所以这一块要挖掉 好 各位你看 我们留了一个伏笔 我刚刚在画2D造型的时候 我就先把这一块 先把它呢 预先先做好 在这边等它 因为接下来呢 当我完成本体以后 我接下来只要用按拉的方式 按拉哦 用这个按拉的指令 滑鼠呢 放在这个框框里面 有没有 它就会侦测到 它会侦测到这块区域 点下去之后呢 只要往内拉就好 方向我要往内拉嘛 我要往内吃方向先拉过去 啊 先往那边拉 然后呢再打上 距离多少呢 25-25-15 那就是10 Enter一下 同学看到没有 这一块就挖出来了 好 所以呢 一开始画2D造型的时候 我就把这一块先预先留下来 哦 道理就是在这边 好 那各位你看 这一块呢 现在我们就把它的造型 整个的几乎就是完成了 只剩下R角的部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R角的部分啊 我们就来处理一下哈 来 我们来处理一下 好 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好了 以后啊 这些2D的线型 2D的线啊 你可以把它删掉 没关系 我才不会看起来怪怪的 好 ok 利用创选的方式 把一些2D的线条 可以把它删掉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当你挖好以后 接下来要处理R角的部分 这个造型啊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个三边的R角 好 各位你看一下 这边 这边啊 有一个很明显的 三边 它都要R角哦 从它的这个造型里面可以看到 它三个边通通都要R角 好 那我们就来做一次哈 来请看 首先啊 那么我们先把它切到2D的线架构 好啊 这三个边在这里 你不要挥起个好 你不要挥起个2 好 我们用F Enter一下 先选到其中的一条边 好 先打上2 Enter以后呢 Enter一下就好哦 因为接下来继续的把要同时倒R角的边 通通都选到 就这三条啦 好 Enter 哦 我们看一下 哇 圆角失败 这就是哈 没法 位阶太低 这边啊 应该是这边可能这边出了问题 那只好呢 一边一边做了 三边做不起了 就一边一边做 看看是不是这边的问题 这一条 哦 原来 他这边啊 我们这边应该要顺着过来 这边刚刚没有没有选到了 那ok 那我知道了 好 来我们先选这边 请看哈 这样看能不能做的起来 F Enter一下 先选地上这一条 因为这一条它是两段 它一个弧就 它一个弧过来 我们先选这一段 好 给他2 Enter一下哈 请各位注意咯 底下有一个链 链 链 你看一下它底下的 底下的那个 选取边缘或链 链就是代号C哈 你不用了 直接下来选那就好 滑鼠一下来把链 点下去哈 这是链 就是连在一起的意思哈 你把这一条 有没有 刚刚没有选到这条链 你把它选起来 好 先这样子 这个呢 ok 然后呢 接下来这边哪 选到 随便再选到 好我们看看这样能不能成功 Enter 各位就起来了 好 这样就起来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上一下射看看 好 所以他这边哪 刚刚是这里出了问题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这边好像蛮大的 我的R角会不会太大 2啊 好吧 那改1好了 改1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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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原一下 好 这边做 我们就让各位休息一下哈 来 各位再看一次 像这边哪 他的一条 线上有两段的线 我们要用链 把它链起来 连接起来的意思 来各位我们再看一次 给他F Enter一下以后 先选到其中一条 点一下 再做我小一点好了 1 Enter一下以后呢 你到底下去把那个链 就是我们导圆角的选项之一的链 把那个链 链条的链 按下去之后呢 去选 跟他连接起来的这条弧 这个弧 切线弧 这个点他一下 这样他就会连起来了 然后另外呢 再顺便的把另外两条一并的选到 好 这样子 好 这样子的话感觉就不要不会那么夸张了 好 这样子我们这个R角就起来了 起来之后呢 继续再把还没有建好的再把它建一下 好 像这边 好啊不过这边的话呢 这边的话 他这里呀 各位呢 这边就有一个又有一个遇到一个问题了 就是这边 这边啊 等一下呢 我们在导圆角的时候 可能就要让他顺着这边下来 这边这条 顺着这条下来 所以这样子的话 变成连续三条线了 一条 还有顺着过来这条 还有下面这条 所以他这种就是所谓的链的一个原理 一个链的一个关系 好我们做一次 F Enter 先选到一边点一下 好半径的一样是1啦 好 Enter下去之后呢 点到我们的链 点到我们链之后呢 你去把这个R角的这个 这个小R点一下以后 你会发现他自己就连下来了 他自己去寻找那个链 就整条连下来了 所以他我们这个R角是整个连贯下来到下面的 好我们按个Enter 这样子这边就做起来了 好 这边的R角就完成 他是从这边接 这下来 好 ok 所以这边呢 我们的R角做处理好了 好 接下来后面 后面了 后面的话呢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后面 哎 这边 这个边啊 也要处理一下 因为感觉上他这边有R角 好 直接呢 这个就就就比较单纯了 就一边而已 选到他 啊打上1 他已经是1了嘛 我们就按Enter 上面啊好像也是有对不对 那我们就算面一起选好了 哎 这样子就上面这条跟下面这条 一起把它完成 好了 那这一题呢 我们就做到这里 因为看他的感觉好像只有 后面这两个R角而已啦 这个面好像就没有R角了吧 这个面有R角吗 各位觉得 这条有R角吗 好像没有对不对 如果有的话 应该这边和这边感觉画起来 就会有R角的感觉 好了 那我们就处理到这里 结束 这一题就画好了 好来 那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那这一题比较重要的是 他这个R角的部分 请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吧